你怎么样吗 分享一下 因为湖北今年下那个洞雨 所以我刚好父母来接 我就回不了湖北 所以我们今年年 刚好是两家人在一起过的 火箭班的速度 感觉就是因为大雪 就像是注定的 让我们的感情 双方家庭碰面了 然后更多的进行了讨论 我们本来是各自见过对方的父母 但是刚好因为过年的契机 所以刚好两家人 就是在一起吃了饭 对 出国旅游馆 放吧 我们确实是没有 我们同居同久 放吧 先放吧 他玩这些 我们来点干货 不要嘴巴手上有的没的 那舒乐的有什么陈范吗 你说吧 愿赌服输 给你清一个 哪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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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好帅 我的天啊 我好喜欢他 他眼神感觉有一点 他又成叔叔大叔 但是他眼神特别纯洁 是 特别有光那种感觉 懂世俗而不懂世俗 哇兄弟 你好帅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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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四哈 我也会选四哈 我不需要他只给我钱 加油 我是如果我遇到这个瓶颈 我希望你给我一点 看讨工作是吧 我们可以讨议 对 是 确实 你是 撒娇和作业的区别 你觉得很大的 哦 是有区别的 撒娇的话 是一种 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方式 但是作的话 更多的是 对于 最后的目的要达成 而进行的一种 比较 非正常的方式 假如某一个女生今天想要男朋友去帮她买一杯奶茶 然后她又可以说 宝贝我今天好想喝那杯奶茶 你帮我拿一下杯 谢谢求求了 或者这种 就是这种是撒娇嘛 但是如果要是作的话 有可能就是你要不买这杯奶茶 我今天就怎么怎么样 就好像命令一样 对 然后或者是间接的威胁到对方 然后让对方就觉得 这件事我不得不做 我觉得这是作和撒娇的区别 在吵架的时候都是谁先道歉 我们俩好像不是说去谁对谁错 我们俩吵架肯定一开始其实都是情绪主导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不会说 你以为你是个情绪稳定的人 而生气的时候你就没有气 就说的是那个气 没有感情 对对对 如果这个事呢 是我的问题的话 我就会主动先跟她说话 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是她的问题的话 她会直接过来就说 她说那刚刚是我觉得的对不起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要怎么怎么样 就是会互相给台阶 有一个点我觉得我们俩相处之后会发觉 有很多很多的男女思维差异 就是这个差异导致了你们有矛盾 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本着对跟错 对我觉得一定要讨论出来 你对了我错了 就是这样 对不是不是这回事情 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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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几句话就生了六次起 一二三 可以分析一下哪六次吗 对我也想听你分析一下 那我分析一下 那我分析一下 第一次就是睡早完之后 那个回回答晚安拜拜 这个很敷衍 第二次的话就是 正常来说一段关系当中 会说早安晚安嘛 这个时间间隔太长了 没有早上也没有说个早安 他好牛啊 哇他 他很灰 因为他说他会收发早安的 他有这个习惯 所以他会发觉 他十二点才给女生发信息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那个晚上五点多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是比较靠近吃饭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比较唐突吃火锅 好细节 小小年纪都经历了什么 小小年纪经历了什么 我都想问那个女生问的话了 今天只是一个初印象 也没有办法了解太多 我对聊马挺感兴趣的 再多一点机会了 他的小马挺感兴趣 他的时候 很明显 这个真的是 你看大叔在旁边 大叔那个本 什么 六次 他在长脑子 灵异肯定给那个 马 马进龙是吗 对 然后王震 应该是 灵异 应该能确定的 所以就是灵异跟马进龙吧 对 然后王震看灵异 我觉得 叔叔应该看王震吧 我先来 好 可以 对 猜对了 灵异 哦还灵异的 灵异 这个叶子很甜 去吧去吧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马进龙吧 我觉得灵异对马进龙有个感觉 对啊 对啊 因为灵异一直都是跟着马进龙啊 就有种被吸过去的感觉 嗯 马 我觉得是马 哎呀 老他俩发的内容都蛮像的 他说蹄子蛮甜的 怪不得刚刚小马看到的朋友都笑了 因为他俩写的玩意很像 嗯 因为他们 他们有那个 看对方眼神是有期待的 我只看了一下你们的头像 我觉得应该是龙哥吧 哈哈哈哈 我觉得是龙哥或者那个设计师 张俊玲 张俊玲 就是那个设计 那个设计师 建筑 建筑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凯文 他应该也会看他的吧 对 对的 大家都对的 哇 他们现在我感觉就已经有点 要凑对了是吗 其实我觉得如果两个人 他们性格特别不一样的时候 是有一种特别详细的感觉 但对 他的朋友圈已经是有互相的这种互动了 这时候为什么会发现大家适合 然后想尝试一些 我们俩其实在节目里头 是不知道我们俩是邻居的 所以呢就是聊到了之后 发现就是很有缘分 还没上节目之前 我们互不认识 但是在同样的时空 我们其实已经交会了好几次 只是在不同的时间上 有一种拍电视剧的感觉 是 时空交错 触发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是 当时我那个咖啡姐 然后她得知我需要帮忙 她就很热心地来帮助我 帮我介绍她隔地的店 去用他们的店铺 给我凌晨备料 然后她和她妈妈 她会给我准备早餐送过来 而且她刚开始她不会是想客气来送一下 她天天来送 对 你也没客气 我天天吃 确实也不吃 亲眼子没有一点 挺好的 对 她天天送我天天吃 妈妈就是送了一大盒饭 然后她说那天超也在 她说你们一起吃 好 然后她说好的阿姨 然后就哐哐哐炫 就炫完了 然后妈说天超真是 真实胜啊这孩子 没有 她妈妈从早上从早饭到店里 晚上我收摊了之后就说 来我们家吃 普通的小孩可能会觉得 不用不用阿姨 真的不用不用不用 好 好 没问题 那边结束就过来 对对对对 我马上过来 不能拒绝 又干了一桌饭 而且我一直还觉得 我是比较慢热的嘛 我还是觉得这种长期的相处 会给我就是那种 踏实感跟安全感 我能够通过每一天每一天的这种变化 去感知到你是一个很完整的这种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节目上的时候 我们只有十几天相处 你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全面的去了解他 也许你们两个都是很好的人 基本上每一天我都会觉得很感激 就是认识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缘分是需要去经营的 是的 对 当时是吧 我在节目里面冷漠冷酷的拒绝了 无情地拒绝了 在节目里面的时候 我说过一个就是大家觉得比较渣的话 就是说我不喜欢和宝儿在一起的自己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在 就是我们当时在小屋里的状态 然后再加上等等各种我们俩之间的原因 我那时候就一直在其实在自我情绪内耗 然后自己看自己也是一个不好的状态 再加上我对感情会比较的慎重 然后会想的很多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算了 直到后来有一个契机是他在广州的时候出了一点事儿 然后我当时就是得知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是直接买了张第二天的机票去了广州去找他 哇塞好美啊 我当时其实就是在机票都买完了 然后所有都订了 然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在想 哇 就是这个岁数还干这么 这么冲动的事儿 对 冲下引号的冲动的事儿 然后那一次也就更加的下店的决心吧 然后就是也让我彻底的看清了我们那样之间的关系 之后我们就可以说顺理成章的然后就在一起了 我们聊得怎么样 嗯 游会订的怎么样 你晚上看的是谁的朋友圈你可以告诉我吗 不看你的 好直球啊 漂亮 那你觉得我看到谁呢 你看到我的 对 反正我觉得很好 就我觉得我一直认为 懂得打直球的人是 很有魅力的 很有魅力 而且会能够争取更多的机会 无论是感情还是生活上 但是我觉得林音她 她的那种直球是让人很舒服的 我不会觉得是被冒犯的 我会觉得很甜蜜很开心 但是也有可能是她俩互相都有那种 来电 所以 对 我觉得林音应该放过自己真实的 是 是